大家好 从昨天开始 实际上是28号开始 微信微博 包括知乎这些公众媒体 他的发帖下方都会显示你的发帖地址 他是根据你的IP地址换算的 所以 这个操作让很多的大V翻车了 包括著名的公众号连月 有人调侃说 你这浓眉大爷怎么也叛变革命了 你这个叛徒 我原来一直以为 只有我这模样的能创骗 所以当连月的公众号IP显示他在日本的时候 很多人都感觉到灵魂受到了剧烈的冲击 连月是谁 在一些介绍他的网站里是这样写的 他说是现代情感作家 前南州记者 原名叫钟晓勇 福建长庭人 现居厦门 现在看起来地址是错了 有一种说法 是连月约等于陆琦加迷蒙 陆琦是善于煲鸡汤 迷蒙是永远爱国 永远热泪盈眶 连月则是集两者大成一身 是这么个人物 他也是前南州记者 注意我们前字不能省 我怀疑如果当年前州记者的他 如果穿越到现在 没准会删他自己的耳光子 虽然我连月现在还是在享受着反PX的红利很多年了 但是连月老师是又粉又红的心 就差点像笔干那样挖心掏出来给大家看了 他是多么的爱国 现在开始大反转了 我们先说说反PX项目 这是连月他的个人生平中 他自己认为最大的亮点 实际上并不是 我觉得他的亮点反而是现在 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渲染的福建PX项目 和漳州PX项目之间的关键 所谓的福建PX项目事件 就是在2007年福建省厦门市 在海仓半岛计划兴建的对二甲本 也就是PX 这个项目进行投资申报的时候 遇到的抗议事件 这个项目是由台资企业 腾龙方厅的厦门公司投资的 他将在当时的厦门海仓区 兴建计划年产80万吨的对二甲本 这么一个项目 腾龙方厅 他是由负能控股有限公司 和华丽财务有限公司 共同组建的 厂纸就设在厦门市海仓区的 南部工业园区 就像我们标的黄色的区域 这个项目当时也纳入了 十一五对二甲本的产业规划 对二甲本是一种重要的化工的原材料 由于担心这个花工厂建成后 会危及民众健康 这个项目遭到了数百名政协委员的联名反对 市民也集体抵制 直到厦门市政府出面 宣布暂停这个工程 PX事件它的进展 可以说牵动着当时的公众眼球 在全国也引起了一定的影响和轰动 厦门PX项目事件 从开始的博弈到最后的妥协 它体现出了当时这种开放 或者这种开明的气氛 这种情况我觉得现在是不会有了 后来咋样了 你在视频中也可以看到了 漳州简陋了 这130多亿的项目 后来落户到了漳州市 目前生产很正常 就投资了130个亿 也投资到了 中间有过几次事故 但都不大 后续的关于PX 也就是对二甲本致癌的国际研究 实际上是一直存在争议的 在美国加拿大澳洲 以及像亚洲的许多国家 都普遍采用的是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就MSDS叫化学品安全说明书的标准 但这样你可以看到 关于对二甲本的有这样的描述 它的毒性属于低毒性 它的侵入途径是吸入眼皮肤或者是物食 所以对眼和上呼一道还是有刺激作用的 它的高浓度的时候 对中枢神经有麻袋作用 实际上这个主要还是体现在 如果在运输或者其他途径 泄露了这个危险 这其中连悦因为当时 他自己就居住在古浪雨 可以看到古浪雨离工业区很近的 在厦门的PX项目里面 遭受到广大厦门老百姓之一的时候 连悦自己在博客里 当时博客还是比较新兴的十几年前 他支持市民的这种抗争 所以后来的华盛顿邮报也报道过这个事 提到了连悦和他的博客 所以说可以说连悦是很早就和国际敌对 势力有关系的 他有一个专栏叫所谓我爱问连悦 在他这个专栏下 他总会有各种姿势给人解答问题 你可以说是妙于连珠 也可以说是胡说八道 比如说连悦老师在这个PX项目玩出花样之后 一直就奉行着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么一个主题 所以他时常玩这个所谓连悦打连悦的这种自我打脸游戏 你比如说他教人生三胎 他之前他被扒出来过什么 他是丁克主义者 他称几乎所有生孩子的理由都可以否决掉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图片 他有很多的一个看起来很丰富的理由证明 生孩子是一个不可理解的行为 这样的例子很多都不顺美举 这样的人怎么还有这么多关注者 因为他爱国 所以一爱遮万丑 可是万万没想到 他居然是个离岸歌颂家 所以估计看到这个IP地址的时候 他和网友估计都懵了 脑子里蹦出了估计是沈腾在四海中的那句台词 这是又是谁能知道呢 他哪里会想到公众号 竟然会显示IP地址呢 而且微信做的还挺贼 是在下边显示 网友也不会想到连约竟然在日本 要知道2019年8月14号 他在公众号文章谈谈移民 我和我的皮肤中坦诚 我自己肯定不会移民离开中国的 网友还扒出了他的另一篇文章 对移民者的提醒 他说我对那些移民日本的人说 别去 你迟早会被类似奥姆 真理教的组织毒死 我对那些移民美国人的人说 别去 你迟早会死于类似911的恐怖袭击 这都是他说的 没想到我们连约同志竟然自己去试读了 在看他之前的文字 我和我的祖国基本上都是磕一辈子这种CP关系 他怎么忍心背弃 就是我们说好不分离 我要一直一直在一起的这种承诺 强行来一段异地恋 你和祖国异地恋 看到这 我都有点期待司马老律老师 不是司马兰老师的新推文了 看看自称在北京市东城区南罗五项8号的 这个司马老师IP地址不会显示在美国 所以说之前很多人就对连约表示不屑 但觉得他好歹也是老师本分的挣爱国的这份钱 割韭菜是虽然拙劣 但终究没走上那种所谓反美式工作 赴美式生活的那一步 底裤虽然扯得快不胜了 终究还留了个钉子裤 现在看起来尴尬了 我们有点高估他了 当然了上次IP显示 不光是微博微信这次 某呼就知乎也上了 当然我觉得知乎的老铁们还是比较厚道的 比如说人家说是人在美国刚下危机 那一看IP地址 都驻扎在祖国的边疆 他们也就虚荣了一点 但不是割韭菜对吧 毕竟大部分知乎还是传播了一点知识的 连岳老师嘴上说不论 但是身体很诚实 有网友就问他 你怎么去日本了 他说 这我去旅游不行 好吗 连老师这回答 让那些搞日本移民的朋友亲和以看 日本驻华大使 早就表示过 外国人进入日本 除了再入境除外 需要有日本国内的接待负责人 以旅游为目的的外国人 仍然不能入境 实际上从2002年初 日本封闭国门制 到现在 日本就没有开放过对中国的旅游签证 如果说是疫情前 你凭旅游签证进入日本 那更是不可能 你不可能滞留长达两年的旅游签 是吧 那么现在能去日本的 只能凭有效的留学签 工作签 或者探亲签 要么就是自己已经规划日本国籍了 所以 连岳老师你是偷渡过去的吗 如果是的话 我们希望日本大使馆 日本将他遣返回中国 国内的韭菜们 迫切需要他这把镰刀 继续赶紧割我们 发挥更大作用 后来连老师又辩解说 他说他是去日本就医 带家人去日本就医 就医的话也倒说得过去 但是你连一张病历也没贴出来 如果平常你可以说是 去日本旅游 没人管他的 这么敏感的时间 你就找个就医的理由 签证照片你也没有放出来 对吧 病例也没有放出来 所以很多朋友都在推测 他这连岳是实锤移民了 不过我们还是要感谢连岳老师 将国内优秀的医疗资源 给我们让出来 自己带着家人去水深火热的日本 去看病 给了我们国内宽松的医疗空间 是不是这个理 所以请原谅我不厚道的笑几声 我不是笑连岳老师 而是笑他公众号那些关注者和打赏者 傻不傻 现在连岳是骑虎难下 他如果知道显示定位后 吃一切掌一掷 找个在厦门的小助手发发微信 或者公众号 人家又会来问你回来不 所以那时候他是继续撒谎的 还是干脆就卖下脸来 我就是在日本 我依然爱国 我会很快回来的 好吧 我们等着看 我们看着连岳继续的表演 再会